上海封城不止令民众十分不开心 受折腾 实际上也是官逼官返 连上海的官员也吃不消 所以动态清零的确变成了病态清零 因为西方对于Omicron已经采取一种以病毒共存的方法 上海两年前任何一宗发现感染都要全体隔离 也要整个区域封城 现在封城 这种极端的抗疫行为手法在上海已经维持一个月 由三月底到现在已经到了四月下旬了 实际上民众忍无可忍 我们看到有影片 看到他们不同的白衣人 叫做大伯 他们做了整副防疫装备的连头都丟下的人 就是大家有顶撞 有肢体冲突 现在最新传出其实已经传了几天了 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出现了学生抗疫的做法 不单只是在网上发布消息 传闻说有学生可能想出校园 甚至在校园 当局甚至传出有发出催泪弹的一种消息 官方已经辟谣 看到官方特意要辟谣 大家都要估计 事情未必是所谓遥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法 原来是在20日当地时间 20日传出未经证实消息 上海复旦大学出事 校园一片混乱 警察到场 校方切断了校内的网络 甚至用催泪气体 到21日还未完结 事件持续 网友说 事件惊动了中南海 定性六四之后最大的学生运动 要求检查检办 然后上海社交媒体传出 就是说复旦有女生在宿舍门口 就是复旦大学在女生宿舍门口安装了一些监控镜头 就是怀疑警察或公安已经入校门 甚至要吹吹吹气体 要切断校园网络 很明显就是防止 这些学生不满抗疫的消息 那些同学就据文 就是很不满意 校方在女生浴室门口安装监控镜头 怀疑就是一个学生不满的道火线 中南海就是很窄小学生运动的 大家知道六四事件在上海 也是最初出现学生运动先的 江泽民当时就是上海的丫头 就是用他的方法就是比较和平的镇压下去 因此就得到邓小平的赏息 所以就调江泽民上去北京 在六四之后就是坐正代李鹏的位置 那现在就是江泽民的老巢 在上海就是那些校园的学生 在这次Omicron的事件 就是中国的抗疫事件上面 也都是出事 就算这个是谣传 但是官方要走来辟谣 就说发表校方 发表微博严正声明 说有网络传言造谣 不但者会再搞事情了 就说校园目前平稳 私生就同心抗疫 就是这个学生那种的迹象 显示事情就不尋常 就算是未曾得到独立消息证实 但是校方要辟谣 就是说都挺严重 上海的经济都停摆了几个星期了 那么2500万人以上的大都会 就是抗疫 抗疫到几乎就是影响到中国的物流 影响到国际的供应链 就派了这个副总理刘鹤就是下去处理这件事 那刘鹤就说不能够以等待核酸结果 唯由限制民众通行 就是很明显就开始想放宽这个抗疫的措施 所以上海校园不安静都有几大机会是成事的 我们就不是说谣言就是我们要散播 而是在中国大陆 谣言就往往是遥遥领声的谣言 因为官方是新闻封锁 所以都跟网友讲一讲 就算是谣言我们都要拿出来分析 因为现在官逼民反 官逼官反 不可能官逼到那些学生不反的 Lucy 所以这个我初步分析 就是事态都挺严重的 近榜上就露存了不少的上海民众 因为饥饿那些很惨的一些视频 有些是滑翘楼 有些年轻人饿到几天饿魂 这些视频都存在很多 有些小区的那些市民都要冲出封锁线 跟那些白衣人去爆冲突 推推打打 现在赫生刚刚都讲到是的 现在怒鹤都发了一些有十项的措施 就是要推那个生产 要推生产 人民银行都降准了 降到5300亿的人民币出来 但是是不是这个事实 大家就不知道 总的来看上海的 所谓的动态千年的政策 动态发展的趋势会是怎样的 你刚刚讲了文化 如果全民这个学生 这个负担大学 这件事是真的 那真是很害怕 未来中共政府会做出这些什么动作 大家都不知道 是的 其实中共这个动态清零 其实都挺触从的 因为对付Omicron 是很多专家学者 在中共体制里面 都觉得过分 因为他们不是一定看到西方的最新公共卫生 处理Omicron的手法 已经是急转弯 特别是2021年12月之后 知道Omicron是一种大号流感 或者是一些特种流感 西方的卫生官员 甚至很多国家的政府 就觉得今次是大好机会 等民众居家隔离 已经可以解决问题 通常都是三几天 等于我们患了重感冒 留在家里不上班 不上学 如果真的有轻微发烧 可以吃退消药 这样就解决了 Omicron也是一样 当然不是说Omicron不会致死 因为流感在全世界都会致死 每年在美国流感致死的人 都数以万计 但是没有人因为流感而封城 封市封区 全世界都没有 这是十分之荒唐的做法 但是中共是沿用两年前对付疫情的手法 他们说建一中就要封区 建一中就要封区 建居民在大厦里面有确诊的感染灌 整栋大厦封 现在整个城市上海 中国经济的龙头城市都封 所以這些專家較早前也有上海軍醫大學的副院長 這個妙曉暉已經說 你這個中共的堅持動態清零的官員 如果你清得到日本事在上海清零 我就割碗這個秩序 妙曉暉一說完之後 不要說之前張文宏大家都熟悉 就是說我們要精準防疫、精準抗疫 精準的意思是精準就是準字 要對症下藥 變相贊成病毒共存 結果又有學者出來說 動態清零真的有問題 這個學者有份量 剛才我說的是上海長征醫院副院長妙曉暉 質疑清零政策 現在是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的院長劉曉冰 在19日發表一篇文章 叫做《關於進一步提高全國防疫工作科學性的建議》 是一篇網上的鐵文 他沒有反對動態清零 希望當局能夠看清楚 這個動態清零的重點就是 OMICRON 潛伏期只是三四天 但是封控期是機械照搬 以往有些部門還要層層加碼 排隊做核先 核酸排隊群眾聚集 導致病毒更易傳播 劉曉冰說 一人確診或疑似 就要整棟樓整個小區 甚至整座城市封控 這個做法是加劇恐懼心理 引發大量人道主義災難 劉曉冰還抱怨 人們需要的緊缺物資送不進來 甚麽蓮花清溫卻每戶不缺送到 緊缺的運輸力被其過度佔用 提出多項建議 包括重視防疫政策可能帶來的次生災害 也都希望封控期要縮短 他還提出一件最要命的 對於中共 是嚴查法國爛財的個人與組織 及其背後的保護傘 阻止利益集團的形成 消除和調整以改進防疫政策的障礙與阻力 結果劉曉冰這篇文就被消音屏蔽 因為他都沒有反對動態清零 不過提出改進建議 中共都不能容忍 因為他觸動到權貴利益的賴落 那就是中共今次防疫 大家都知道 單是核酸檢測這一項 按照中共體制內的學者 黃萬里 是6700億人民幣的重大利益 這樣的利益實際太大了 搞核酸檢測都是法國爛財 肯定 所以上海的群眾覺得已經封控了整棟樓 但是不斷做核酸檢測 有些一天做三次 有些一個星期做超過十次 實際上隱無可忍 鍾南山 這個蓮花清溫的利益方 較早前都在英文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 提出不能夠長期維持動態清零 結果這個文章的相關訊息 一樣被屏蔽 雖然鍾南山的蓮花清溫 也受到劉小兵這些暗示 要不要再搞這些個人利益 或者集團利益 要以全國公眾利益為重 但是鍾南山提出不能夠長期維持動態精靈 就是說需要放寬 一樣消音 不是說鍾南山特別好人 而是他都看到再搞下去 其實就是物極必反的 Lucy 那就拼了 我 你 你 我